你可以分享一下 好 大家好 感谢大家在周末的时间参加我们的讲座 今天讲座的题目是 生前信托与财富传承规划 之所以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 是因为他们是有紧密联系的 生前信托是财富传承规划的一个最重要 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工具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 也并不是说你现在有了一个信托的文件 那就等于您做了财富传承规划 所以我跟大家主要分享一下 财富传承规划大概需要实现哪些目标 那么作为生前信托 为什么它非常好用 还有它大概有哪几种基本类型的规划方案 最后跟大家聊一聊 比较高级的财富传承规划 就是比较适用于高净值人士 好的 对 这个是刚才Brain对我的背景 做了一个介绍 我是早年也是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 那么后来我是在香港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当时是在中环 也是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 不过当时是在他们的香港分所 做这个商市还有并购这些业务 那后来等我移民到了美国之后呢 就专门去做财富传承这一个领域了 所以我是经办各类的信托 同时也是去做遗产税和赠予税的规划 还有移民前的税务规划 那还有一部分业务范围是做家庭资产保护规划 所以我不仅是信托律师 那其实我也是税务律师 做很多税务方面的规划 在开始我们正式讲座之前呢 我大概做一个disclaimer 因为我们这次讲座是以铺法为目的 所以我呢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基本的法律上面的资讯 它并不构成了法律意见 因为美国的法律非常复杂 每个家庭的情况呢 也都是比较特殊的 所以呢您有具体的问题 还是呢需要找律师 进行一对一的资讯 我们先讲呢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什么是财富传承规划 因为呢好多人啊 尤其是从就是内地 我们是新移民过来呢 大家可能有一个简单的观念 说财富传承嘛 就是我过世了 过世之后 我把资产给到我的下一代 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在美国的话呢 其实这个规划是一个过程 它不是单一的事件 它其实是从我们现在啊 就是我们一生人 就开始做这个planning 那么同时它cover呢 是当我们失去了行为能力 那我们说根据一些数据表明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嘛 那他在过世之前 他其实是会有一段 我们通常是讲mentally 就是他不能自己去做决定啊 不能去签字啊 因为有可能比如说中风了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 身体上的困扰 那在这个阶段啊 如何进行资产的管理啊 非常重要 那当然第三阶段 就是过世的时候 那我们说资产开始分配 但如果是夫妇两个人呢 其实这个分配也是分两个阶段的啊 就是第一个配偶过世之后的分配 和第二个配偶过世之后啊 是两次分配 那最后呢 是财产啊 就是给到了我们的子女 给到了后代 那么呢 您要进行 就是对这些资产 要不要进行啊 一个管理 一个规划 那么都是属于呢 财富传承规划的分手之内 呃 这个过程整个来说呢 是要去实现的以下这些目的的啊 因为我们做规划 其实目的导向嘛 一定要啊 一定要实现啊 实现我们的方案目的 那第一个目的 当然是最核心的啊 就是做财富传承规划 就是要落实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资产啊 去给到我们想给的人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选择呢 合适的我们说继承人 也可以说呢 是受益人 呃 其实大概啊 呃 根据我的以往的经验 就是在美国的话啊 大部分争产啊 就是最后呢 开始对这个财富啊 这个分配呢 有意见了去到法庭去争产 呃 百分之 应该说是一半以上 他的争执都是在于说 谁能够得到啊 这个财产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争议呢 呃 因为这个法律很复杂 就是法律的概念 跟我们平常理解的common sense 是是有一些差别的 呃 比如说呢 我我们通常看文件啊 就是说我把我的资产 都给我的孩子 他用children这个词 其实这个词 呃 如果说我们平常做的理解 可能我们想象的 哎 就是我们身边的孩子啊 我们 我们看得见的 但是呢 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啊 他这里说的这个children 可以包括啊 亲生的 那他也可以包括收养的 那他也包括呢 就是婚内出生的子女 还包括婚外出生的 呃 像在加州的话呢 在某些条件下啊 就是寄子女 或者是说呢 寄养在您家里的啊 这样的子女 他们也有可能会成为继承人 呃 甚至因为呃 过往也有这样的案例啊 因为现在生殖技术比较发达嘛 所以呃 有一些人他过世了 可能过世几年之后 呃 他也可能会再有小孩子 因为他过世之前 他可能把他的生殖细胞给 给冷冻了 所以那这些孩子 要不要去去分这个资产 所以如果这个文件 写的不够专业的话 这是为什么后来会有很多纷争 那么呢就会啊 有其他的人物过来啊 是说他也会有份额 那像在加州的法官呢 他们通常来讲啊 他们去判案呢 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啊 就是呃 如果你没有明确否定的东西 那么他们认为你是肯定的啊 所以我们呃 像我经常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跟客人去沟通 就是沟通这个继承人的范围啊 哪些要算在里面 哪些不能算在里面啊 一定要注意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呢 在落实分配方案当中 当然我们也要去啊 寻找哪些 哪些手段比较好 那传统的啊 是啊 做遗嘱啊 或者是做信托 这是两大常用的手段 呃 我们讲像加州比较大的州呢 通常啊 这里不仅仅指加州了 那我认为其实全美50个州啊 应该啊 詹尔来讲的话 信托他都要比呢 遗嘱要要好的 那当然第一点呢 就是你做了信托之后 可以去规避呢 法院的遗产认证程序啊 这一点跟国内不太一样啊 国内呢 我们讲人过世之后呢啊 比如说房子要更名 那到公正处啊 去做一个更名手续 那看起来并不是很复杂 但是美国的话啊 如果说人过世的时候啊 你的资产是在个人的名下 那么法院就会去介入啊 我们通常说呢 要去走一个啊 就遗产认证程序 这个程序在加州是非常的费时啊 现在大概都是一两年时间啊 去走这个程序 那在起期间的话呢 这个我们讲啊 您的这个小孩子 他呢去享受这个 这个资产的能力 就要受到限制 那同时他费用也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信托一个啊 最核心的作用啊 就是防止呢 这个拖备 当然呢我们通常说呢 如果您把资产放到信托啊 之后呢 他呢在你如果失去行为能力的时候 他也能够去代替 这个成人监护人制度 也就是说 当您自己不能做事了 但是您资产已经放到信托里面了 那么呢 信托里面呢 您指定好啊 就是这个继任的受托人是谁 那么这个人就会帮助您去 在在您这个incapacity的阶段 去管理资产 如果没有这些安排的话呢 那最后很有可能啊 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要卖房子 那这个房主不能签字了 他住在医院里面 那通常呢我们说title company 他就会要求说 你们去走一个法院 去走一个成人监护人的这么一个制度 就是到法院去申请一个监护人 然后来负责签字 这个成人监护人制度是非常危险的 我通常一定要全力避免 为什么 因为一旦指定了这个监护人 他的权力非常的大 他大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他可以帮您去写遗嘱了 他也可以帮您去设立信托 就是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思 去选择呢 这个我们说选择这个继承人了 所以这方面呢一定是要要注意 除了这个目标之外呢 当然第三点 在我们做财富传承规划的时候 那也要考虑到 尽最大的可能去保护我们自己和家人 这里主要是指呢 在我们说在财产分配的时候 那么当比如说夫妇两个人 那么一方过世之后 如果您担心说 万一另外一方配偶 就如果您把资产都给到他之后 那如果万一他再婚的话 那他会不会就重新又改信托改一种 就是会把呢 原来小孩子的 他的权益呢 给他剥夺掉 那这个如果您有这个担心 那我们说 这个财富传承规划呢 您需要去做一个更复杂一点的规划 那么还有就是我刚才讲到啊 当资产给到小孩子的时候 那么通常呢 我们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说 这孩子万一以后 比如说离婚了 那离婚配偶啊 会不会拿到爸爸妈妈留给他们的资产 或者小孩子做生意啊 他如果有一些啊 我们说债权 债权风波 有些债权会追债 那么呢 我们其实都可以通过一个 很好的财富传承规划的一个设计啊 能够保护这些资产啊 就是爸爸妈妈留给孩子的资产 不被呢 这个子女的啊 这个债权人呢 不被他们去啊 去拿到 这些都是我们讲的 做啊 这个传承规划的啊 也要实现的目标 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要看税付啊 整个这个规划 我们当然希望他费用啊 比较低廉 那包括呢 就是一定交更少的税 对于高净制人士来说呢 一定考虑的就是美国啊 美国联邦的遗产税 因为加州呢 它是没有遗产税的 现在目前来说呢 因为美国联邦遗产税 还是就额度 免税额度是比较高的啊 大概今年是1200多万美金 他每一年会随着这个 inflation rate 他会有有所调整 但是如果您是啊 就是资产已经非常多的话 那么通常呢 我们说 在在升的时候就要去考虑啊 降低这个遗产啊 遗产税 这个手段我之后会 会跟大家讲 那包括呢 赠与税 同时就算对一般的 中产阶级家庭来讲啊 整个财富传承规划当中 您也是要考虑到 如何去降低所得税 那么如果啊 就是有房产呢 尤其像在加州啊 那么如何去避免说 在财富传承 传给下一代的时候啊 尽量的话呢 我们不去调整地税 这个也是啊 一个要关注的 关注的方面 那最后呢 有一些 那我也有一些客户 也是非常关注啊 说他们 因为他家族 会有一些家训呢 会有一些价值观 其实通过一个啊 比较好的planning的话 都可以把这些啊 这些观念呢 传给了下一代 那如果您有啊 慈善事业 也可以放在这里面啊 去啊 去实现您的这个慈善的目的 所以从前面这些啊 跟大家简单过一下 这个目标呢 那可以看出呢 我们做的这个规划呢 它是有分很多方面的 那这些规划最后呢 归结起来 当然最后您从律师手里拿到的 当然就是文件啊 不过呢 我说了这个规划不等于文件啊 这个我们律师做的这个文件 是把啊 给您做好的这个财富传承规划 确定下来 也就是确定成纸面的 那变成了是 里面就是充满这个规划性质的文件 好 这是大概跟大家讲 现在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呢 就是为什么说生前信托 它是最好的财富传承工具 其实只要是家族信托啊 不管它是可撤销的 还是不可撤销 不管是简单还是复杂呢 通常它都是有三个人物的 也就是信托的成立人 这个成立人就是 就是拥有资产的这个人 他呢要把这个资产呢 放到信托里面的人 就是信托成立人 那么还有第二个人物呢 就是信托的受托人 那么受托人呢 主要呢是负责啊 去管理啊 去运营这个信托 那么它为了谁的利益呢 它是为了受益人啊 所以我们一定呢 也会有呢 beneficial是三个人物啊 不管是简单的信托 还是复杂信托 都会有三个人物 所以通常来讲啊 说成立信托呢 实际上就是指呢 我们去安排这三个人物之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 然后把这个关系呢 固化到一个法律的文件里面 那么您签好字的话 那这个信托就是成立了 为什么信托 它可以去规避 我们说遗产认证程序啊 probate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呢 这个原理就是 因为资产放在我们个人人下 我们个人呢 寿命是有限的嘛 那我们会啊 就是会有中老 会有过世的那一天 但是呢 信托它是作为一个 独立的法律主体啊 它是啊 就是当信托成立人过世的时候呢 这个信托还是继续存在的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财产分配就会根据信托条款来进行 而并不需要呢 法院的一个介入了 同时在美国 它是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可撤销信托 那这个其实呢 在其他国家都是比较少见的 它的主要的当然目的 不仅是说可以啊 可以达到说啊 去防范probe 那它还有一个很好的目的是说 当您把资产放到信托之后 它可以保证呢 您有完全的控制权 就您并没有啊 因为把资产放到信托 就失去控制权了 通常来讲 在加州比较典型的做法呢 就是夫妇两个人啊 成立 一起成立一份联合信托 那么他们两个人呢 既可以是能信托的成立人 那么同时 他们也是他们自己信托的受托人 就是他们是参与呢 这个信托的管理的 那他们也是信托的受益人 就是在他们一生当中 他们是直接受益于这个资产 在他们啊 我们说在他们啊 活着的时候 这个资产是不会分配 给他们的后代的 那都是他们过世之后才分配 所以这个结构呢 我们讲它的优势就非常大了 因为它可以呢 对您对资产有完全的控制权 同时还可以去 规避这个遗产 遗产认证程序 当然我讲呢 这里还有一个 因为大家也知道 除了生前信托之外 还是有其他的工具 可以呢 去不用去经过购本 比如说如果您开了银行账户 那也可以去有 可以指定POD啊 还有一些TOD啊 就是联合账户 它还有很多其他方式 但是呢 根据我的经验来说呢 这些方式都没有办法去代替生前信托 为什么呢 因为生前信托跟他们 有一个重大的区别 就是您在生前的时候 这个资产的TITLE 就已经变成信托了 所有其他的资产处置 就是我说财富传承的工具 它都是人过世之后生效的啊 包括遗嘱 那遗嘱生前是不生效的 同时呢 其实遗嘱过世之后 也不生效啊 那在加州的话 你是要把遗嘱要送到 这个我们说这个Propriet Court 要法院的法官 他来批准说 哎 你的遗嘱是生效的 才生效 但是信托都不一样了 您生前成立 签字就生效 那它的好处就是呢 当我们这个TITLE 资产的TITLE 已经放到信托之后 那我们知道 这个现代社会 大家也知道 大家的钱 不是很单纯的 就是都放在保险箱 就是我做的资产 都在保险箱里 所以我继承的时候 拎个保险箱 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啊 那我们的现金 是放在银行账户啊 股票啊 债券啊 都是第三方机构 在掌管 那么房子也是这样的 这个房子 是要经过登记的 那当时买房子的时候 TITLE COMPANY 它是要保证说 你这个TITLE是CLEAR 否则以后 你是很难交易的 如果说这个TITLE 上面有问题 所以对于这些 第三方机构来说呢 他们当然更愿意 接受信托 因为对 那我们说对银行 比如说一个银行账户 如果您在生前 已经把银行账户 放在信托里面啊 您是当时去找银行 去办理的 那银行 它的安全性就大大提升了 因为我说了 当这个信托成立人 过世的时候呢 其实时指信托没有变啊 它变的情况 只是我们换了一个受托人啊 就原来的这个信托成立人 他不做受托人了 他接任的受托人 接接管它去继续管理信托 所以从银行的角度来说 这个账户的TITLE 是没有怎么 有什么大的变化 都是在信托里面 那对他们来说 就是比较安全的啊 这是为什么 我们讲非常推崇呢 就是大家啊 在美国的话呢 要尽量去用生前信托啊 去处理自己的 这个我们讲 这个财富传承啊 这样 好 我现在介绍呢 几种啊 生前信托 比较常用的规划方式啊 这是加州啊 非常啊 应该说是非常基础的 这是最基础的 一种规划了啊 通常来讲呢 因为加州啊 是夫妇呢 财产共有制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说呢 有共有资产的夫妇呢 可以成立一个联合信托 把你们的资产呢 放到这个联合信托里面 当然还有一些 附属性的文件啊 这些呢 是在加州去做 做信托规划的时候 一定都会具备的 第一份呢 就是婆婆威尔 它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遗嘱啊 它并不是一个 非常正式的遗嘱 那它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在您过世的时候 如果您有哪些资产啊 没有放到信托里面 当时忘了去做 这个注资的 这个程序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遗嘱就是一个兜底 它会告诉说 那剩下的资产 也要放到这个信托里 根据信托条款 去进行分配 对 但是我们通常讲呢 尽量啊 您不要有遗漏在 信托之外的资产 因为一旦是这个资产 是通过遗嘱去分配的话 它是要经过probate的 第二份文件 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我们叫Dewable Power Attorney 那它呢 是财产授权书 它主要公用是这样 因为它是个 一般性的授权 那么人过世之后 这份文件 就不会再用了 它主要cover的阶段 是人失去行为能力的啊 这个时候 那它主要 主要的功用 其实也是为了注资 就是如果那个时候啊 比如您不能签字了 但是又有一些资产 您想放到信托里面去 那这时候 这个代理人 就可以帮助您 去做这个注资 当然它还有一些啊 其他的其他的功能 不过通常来讲呢 我们一般建议说呢 您还是我说 尽量把资产放到信托里面啊 用信托来处理 您在incapacity的阶段的 管理资产的问题 而不要单纯的去依靠 这个财产授权书 财产授权书 它除了解决注资呢 它其实是解决 比如说那时候您要报税 甚至于说那时候要打官司 得有人代表您出庭啊 它或者要安排一个 什么样的人去照顾您的宠物啊 它其实范围面是非常广 但是从处理资产的角度来说呢 最好是放在信托里面来处理 第三份比较重要的文件啊 叫医疗授权书 那么它呢也是啊 我们说也是过世之后 不会再用了 它是生前的时候 那么它cover的阶段呢 也是在您失去行为能力 不能自己呢 给自己做医疗方面的决定 比如说去哪间医院 治病啊 用什么样的医生 用哪些治疗方式 那么这时候呢 您事先指定好代理人 他会帮您做决定 现在加州比较有特点的呢 是这份文件里面啊 它还会有呢 安乐死条款 因为加州安乐死是合法的 但是安乐死这个决定啊 你不能找一个代理人 帮你去做代理做决定 这是必须您本人去做决定 所以呢 这份文件是有这方面的内容 包括器官捐赠啊 这里面都可以有交代 最后一份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这个HEPA的文件 它主要是说授权啊 您指定的人拿到您的医疗记录 因为在加州呢 关于我们说这个隐私 隐私的这个保护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如果没有授权书的话 他们是很难拿到医疗记录的 好 这些我们讲附属的文件呢 是先生和太太 就是夫妇两个人是分别啊 每个人是有自己的文件 但是信托呢 是两个人呢 我们讲是联名啊 这个就是他们两个人 共同设立的 好 那我为什么说 它的分配方式比较简单呢 是因为呢 他们啊 在生的时候 把他们的资产放到啊 这个他们的联名信托里面 那么一方过世之后呢 就是直接把所有的资产啊 放到我们说 再生配偶的这个信托里面 这个也继续 信托要继续存在啊 因为我们要防两次probey 啊 就是一方配偶过世的时候啊 不要去法院进probey 那么另外啊 就是第二个配偶过世的时候 他他也不要去经历probey啊 所以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啊 我们说有两个啊 这个啊 就是第二个trust 那么当再生配偶过世之后 这就是比较简单的方案 就资产就直接分给受益了 我们说这个方案呢 他啊 他的好处 当然就是啊 比较简单 那以后呢 去manage这个trust 也是相对容易 但是他还是有一些啊 有一些问题 那首先呢 就是啊 我们讲把所有的资产 给到这个surviver surviver trust 就是再生配偶的话 那么他是可以呢 因为这个信托也是可撤销的 所以他是可以随意的去改 这个信托啊 信托文件的 那我讲他就是有可能啊 各种原因 他可能就会改掉啊 这个这个原来 我们确定好的这个受益人 OK 那另外来说呢 如果您把资产啊 直接去给到孩子 就是没有说到 其他的保障性的话呢 那这个这个资产 放在孩子的个人名下之后 呃 就很容易 当然我说债权人 很容易去去追到他了 尤其呢 是如果这个孩子 是未成年的话 那就更加麻烦啊 因为呢我们说加州未成年 这个子女是他们是不能够啊 去去manage 就是他们不能够拥有很大额的资产 我们说他最大能出现的错误 就是在规划 他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注资了啊 就是你要确保说资产 一定要放到信托里面 否则的话我们编了这个框 但是资产又在外面 那就起不到这个信托啊 他应有的这个作用了 那么还有一个 经常犯的错误呢 因为可以看到 他涉及到的文件 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呢 很多时候我们在实践中看到的 就是文件和文件之间 他内容不够协调啊 就是甚至有一些相冲突的 这样的一个规定 所以这里也会引发啊 不少不少这个纷争啊 很多case也是 那我今天不多讲了 对所以呢 这是为什么我们通常律师 去做一份啊 就是这种非常基础的啊 这样的一个规划 大概要花八到十个小时啊 因为要顾到的点 还是相当的多 那我们现在看啊 这是第二个方案 这个这种方案是稍微呢 复杂一些 那我们讲呢 两夫妇再生的时候呢 是也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 我之前讲了啊 他们是自己做受托人 也自己是受益人 他们是有完全控制权的 对 那么一方过世之后 资产还是会给到另外一方啊 就跟刚才一样 不同的呢 就是我们加入了 对小孩的资产保护啊 所以我刚才也提到说 我们财富传承的一个目标 就是保护我们的家人 那么呢 如果您担心说啊 就是担心以后 这个孩子万一闹离婚 或者是他开快车撞到人了 那别人去追他的这个钱 那不希望说爸爸妈妈 留给孩子的钱被追到的话 那我们一般建议说呢 去做这种规划 那这种规划 我解释一下 就是当第二个配偶过世之后呢 那这个资产 当然看您有多少个子女了 也可以平分 也可以安分分 但是呢 这个资产不直接放到他们的手上 而是说呢 而是给他们 每个人呢 在设立我们叫小信托啊 每个子女都有一个小信托 所以呢 资产放到这个小信托里面呢 这个时候这个信托是不可撤销的啊 因为设立信托的人都已经过世了 所以这个信托就不可撤销了 现在跟大家分享 这是啊 其实我的客户啊 这是最复杂的 在可撤销信托当中 就是最高级最复杂的一种设计 那么我的客户当中啊 其实百分之八九十 其实是用的这种方案 他虽然比较复杂啊 但是他能够达到的目标非常多啊 所以啊 大家也是啊 可以了解一下 那我还是讲呢 在夫妇两个人再生的时候 那他他的规划还是一样的啊 因为他们全部都有控制权 所以他的区别在哪里呢 是我们想是第一次分配 就是当一方配偶过世之后 这时候他不是说把所有的资产 全部都给这个再生配偶了 他从一方配偶过世那个点 这个资产开始进行稀产了 这个稀产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先把所有的资产 先放到一起 然后呢开始看呢 哪些是属于再生配偶的 就是这个活着的这个配偶的资产 那通常来讲 当然是夫妻共有资产的一半 百分之五十 另外呢就是加上啊 这个再生配偶 他属于他个人的 就是我们叫separ 这个property 他个人名下的资产 这些资产我们先把它放到 我们通常也叫A信托 就是survival trust里面 这个trust他是可撤销的啊 所以说呢 再生配偶 因为是他自己的资产嘛 当然他还活着 所以他还是可以自由的使用 他还可以随便去改这个 改兽一人 OK 另外呢我们说 有区分的呢是另外一半 就是另外的过世配偶的资产 当然也是包括呢 夫妇啊 夫妇共有资产的一半 百分之五十 另外呢就是啊 属于过世配偶他自己的 separate property 个人的资产 这部分资产啊 我们原则上呢 是放到B信托里面啊 放到B信托 那这个B信托 它是一个不可撤销信托 那最啊 这是我们说 传统的AB信托 但是B信托呢 根据联邦税法啊 你放你不能无限制 全部都放进去 它是有一个额度限制的 它的额度限制就是 呃你的最高额度 不能超过啊 这过世配偶当年度的 那个遗产税的免税额度 对 所以如果是高净值人士啊 就是啊 这个因为现在 遗产税的免税额 已经比较高了 所以啊 如果是啊 我们讲啊 他资产如果是非常非常高的话 那确实有可能 呃这个过世配偶 他的这个资产呢 呃不能完全放到B信托里面 那还有一部分多出来的资产啊 我们就放到C信托里面啊 所以这是整个一个 他的呃 他的这个结构 那当初我们讲的设计啊 传统的AB信托呢 其实就是为了去规避这个啊 这个遗产税啊 主要是为了这个目的 因为再早啊 我们说20年前 那美国的遗产税的免税额度 是非常低的啊 那时候几乎每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啊 都要考虑遗产税的规划啊 当然现在呢我们说啊这个今年啊 这个遗产税免税额度呢 是大概1200多万美金啊 是一个人啊 是非常高 但我说的这是美国居民啊 呃如果因为我知道听众里 如果有啊 就是中国居民还没有拿到 呃这个美国移民身份的 那要小心一点啊 因为呢外国人在美国境内的啊 遗产税的免税额度只有6万美金啊 所以这是有很大差别 好 那我现在讲回来这个啊 AB信托 呃因为呢根据现在的法律啊 到2025年的年底 这个遗产税免税额度是要降一半的啊 这是现行的法律啊 这不是proposal 就是如果国会在此期间没有出新的法律啊 没有改变原来的法律 那么到2025年的年底的话呢 那么一个人他的免税额度会变成500万美金 当然他之后也会算inflation啊 就基本上就是最后那个数值大概六七百万美金 我们现在做一个粗浅的推断 所以呢我有不少客户的话 那如果说啊您的资产啊 通常比如说已经五六百万家庭资产啊 那当然这个资产还是会有升值空间嘛 因为有些人呃有公司啊 那都是会升值的 或者是啊 就是他有些其他的啊 这个pression这种这种啊资产 那这时候一般我也是建议说呢啊 可以考虑这个AB信托 也就是为了防止说 以后遗产税降低的话呢 那你有一个这样的结构去防遗产税啊 因为我讲的这个现行法呢 呃当然因为也要看 因为马上就中期选举 反正我们会看啊 因为通常来讲呢 呃民主党他是愿意加税的 所以说呃 因为之前拜登政府也出出过一些proposal 就是他们建议说遗产税的免税额度啊 可以继续往下降 甚至降到一个人350万都是有可能的啊 所以呢 通常我建议说啊 基本上啊 就是高资产人士或者您的资产有很大升值潜力的 那么要考虑一下去做这个啊 我们说做这个遗产税的这么一个啊 一个规划 作于一般的啊 像我有一些客户他可能并没有 遗产税的担忧 但是他也愿意去做AB信托 为什么因为这个结构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B信托和C信托里面的受益人是不能改的啊 这是这这个意思就是啊通常呢我们讲啊 就是一方配偶他很担心啊 万一我先走了啊 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太太还蛮年轻的 那他再婚之后 他会不会去改遗嘱改信托 那如果通过啊 做这种AB信托的这样的模式呢 就能够固化 就是过世配偶他那一部分的资产的 我们讲这他的受益人呢 是就会就是我们可以写他原来的子女 那这个呢 再生的配偶他是他是不能去改受益人的 所以这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当然我们讲呢 也有资产保护的好处了 因为资产只要放到B信托或者C信托当中呢 如果以后再生配偶他又欠了钱了 那债权也是很难去追到B信托和C信托里面的钱的 对他都会有一些资产保护的这样的功能 不过这个规划非常的复杂 因为呢他里面其实涉及到很多 还有很多可变的因素 对 所以呢我这里面再讲一些啊 就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设计 就是除了这个框架之外呢 其实在这个信托当中呢 经常有一些客人有这样的需求了 就是我们说可以做那种组屋的保护啊 什么意思就 比如说一对夫妇在加州 那么如果呢 他们比如生活了几十年住在那一个房子里 对那个房子就非常有感情啊 那他不希望说等他们过世之后 他们的子女就转手就把他房子给卖掉 或者是说呢 有些人比如说担心说自己啊自己这个儿子 那么担心这个儿子很听儿媳妇的话 那等他们走了之后啊 这个儿媳妇就会怂恿说干脆把这个房子卖掉怎么样 所以我们讲在信托的里面呢 是可以设计啊 我们叫就是house trust 这是我给不少客人会设计 就是您可以 如果您有这样的房子啊 您打算说在我过世之后也不能卖 那我只允许 当然这个房子可以出租了 它是可以有一些经济上的功能的 但是这房子不能卖 我们讲在信托里面设置呢 它啊就是执行力都是都是非常强啊 非常啊非常有用的啊 呃整个这个规划 其实他他出现啊 我们说经常我我在实践中看到啊 就是有些出现规划的问题 能看到实际的案例呢 那最突出的其实是受托人的问题啊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trust非常多啊 每个阶段都有都有一个不同的trust出现 那么呢去选人受托人就变得非常重要啊 呃有些啊 我我讲这个规划做的就太简单了 那就是啊 你选择什么样的受托人 那如果你不满意他的时候 怎么把它remove掉 那怎么replace一个新的人物 如果这些没有没有规划的很好的 那很容易就产生各种家庭纠纷啊 所以这个是啊 我们要要要比较比较注意的地方 好 呃我现在再介绍一下呢 一些啊其他的高级规划的方案 那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AB信托 它是一个高级规划方案 不仅如此呢 我们还有一些常用的规划工具 呃主要这些规划工具的特点啊 首先它满足的目的就不仅仅是防probey了 肯定会防probey的啊 这个只要是资产放到信托里面嘛 就不会有这个遗产认证程序了 但是呢如果说啊 呃首先如果您是高净值人 是就是或者您的资产是有很大前景啊 比如说这个这个股票上市啊 怎么它有有很大增值的前景 那么您一定要提前去考虑 做好这个遗产税的规划 或者另外呢如果您是企业主 那小业主也好啊 就是呃呃 比如说您经营一个啊 经营一个小店铺也好 那么它会有一些经营上的风险 所以虽然说您的资产可能没有那么大 但是您有强烈的这个资产保护的这样的需求 那我们说都可以去考虑呢 这种那高级啊我们就这种高级财富规划了 这个规划工具啊 我大概啊跟大家介绍 因为很多种那么常用的呢 啊我给大家介绍 那首先第一种的就是我们讲叫生前不可撤销信托 那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啊 AB信托它是是在人过世之后 就原来是可撤销的信托 那么人过世之后这个信托过世了嘛 那这个信托就变成不可撤销的了 但是呢啊我们讲这个lifetime irrevocable trust 是不一样的啊 是您在生的时候就可以把资产赠予出去 就赠予给这个信托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信托是不可撤销的 所以这个资产相当已经赠出去了 当然它呢达到我们说是产税的一个规划工具 当然呢它也是可以做资产保护 所以说如果哪些资产啊 您不希望债权追到的话 那么也可以考虑呢 把资产放到啊不可撤销信托里面 第二种呢叫人寿保险信托啊 这种啊就是用的是也是非常广泛的啊 通常呢我们说 如果你买了大额的保单啊 因为保单是这样 当买保险的时候啊 很多人都会知道宣传说 哎这个保险它是免税的 对它是免税的 但是呢这里说免的呢是所得税啊 income test 就是您的继承人 当他们去拿到申雇赔偿金的时候 是不用交所得税的 但是他并不免遗产税 所以说如果您有大额的人寿保险单 那这个申雇赔偿金 比如达到了几百万 虽然说他现在是啊 您去查你的银行账户 那笔钱还没有到账啊 您没有看到这笔钱 但是呢他这笔钱是要算在您的财产范围内的啊 也就是会算在您整个遗产范围内 所以有可能呢 有些人他可能觉得他自己钱不够多 但是如果把这个人寿保险单算上去 他就有遗产水规划的需要了 对 我重点呢就是稍微详细讲一下啊 人寿保险信托 它是怎么运作的 那他免除的 我说的就是这个death benefit啊 就是申雇赔偿金 申雇之后呢 这个death benefit啊 就是这个申雇赔偿金的保险公司会把它支付进啊 这个信托里面啊 就是这个人寿保险信托里面 当然这个信托 他我说他里面也可以build in啊 就我刚才讲的各种的保护功能啊 他所以呢 如果说您还怕说小孩子非常年轻 万一啊 就万一您意外生故 然后这个孩子马上就会得到一大笔的 就是这个几百万的资产 您怕他没有办法去manage好的话 那么都是说 我们说可以考虑呢 再去规避遗产税的同时呢 我们把这个 就是可以在里面设置一些方案 去控制小孩子如何去使用这笔钱 对 人寿保险信托 他也可以进行资产保护啊 这个呢是 跟其他州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说美国呢 50个州 其实大绝大部分州呢 他已经州里面是有立法的 就是这个人寿保险金 包括里面的cash value 再包括death benefit 他实际上是不受债权去追债 就是您过世之后啊 这个death benefit是 就算您过世的时候欠着别人钱 那这个债权人 他是不能去拿这个death benefit 但是呢 加州不是这样啊 加州比较特别 就是加州的话啊 如果人过世之后 您这个人寿保险金 通常只是满足啊 就是这个受益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外的额度 是需要赔偿给债权人的啊 如果您过世的时候有债权人的话 所以如果说呢 就算您没有遗产税的concern 但是啊 如果就是您担心有人在您过世之后会去追债啊 就没有办法呢 就是把大笔的这个death benefit留给孩子的话 那去建立一个人寿保险信托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因为这个我们说人寿保险单放到这个信托之后呢 那整个这个death benefit就被保护起来了 对 下面这是我们讲这是叫QPRT 核资格个人住房信托 我这个我要稍微简略的讲 他其实呢 过往是非常popular的一种信托 但是现在 我认为现在也慢慢会更加popular 因为呢 这个信托他也是为了省遗产税 他主要处理的是自住房 所以这个信托不能装别的资产 你的投资房是装不进去的 就是一定是装自住房 但是呢 把这个房子放进去之后 他虽然是不可车效信托 他也允许您继续住在这个房子 有一个居住的权 那这个居住权呢 实际上就是有一部分 我们说这个叫retain interest 这个利益还是在您手上的 所以在具体国税局去计算这个利益的时候 它是跟利率相关的啊 所以这个信托的特点呢 就是当利率升高的时候 做这个信托就比较划算 就是我们可以省 可以用到更少的这个遗产税的免税额度 对 所以过往的时候都税率 利率啊都是一路走低嘛 所以大家对这个信托模式就不是很关注 但是现在呢 他这个利率开始走高了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 也是可以去考虑 那当然他也是有一定的资产保护功能 因为你把 还是把房子放到了这个 就是信托里面 最后一个呢 这个是我经常 也是经常帮客户去设立的 他呢 他主要用在啊 是说第一代是中国居民啊 反正不是美国没有美国移民身份了啊 这是第一代 那么第二代呢 比如说子女已经在美国定居了啊 是拿了绿卡或者是公民 那么这时候我们做这个信托呢 就是帮助第一代的中国居民去 把他们的资产啊 主要是免遗产税的方式呢 就是让这个美国的下一代去继承 这个信托相当的复杂啊 因为只要涉及到外国 外国人啊 因为他在国税局 他的税法呢 跟持美国绿卡的和公民呢 是完全不同的 尤其是涉及到就是外国 这个外国人设立信托啊 这个关于信托的这个税制 以及呢 向国税局申报的各种啊 制度是他 他里面的讲究是非常多的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 一个设计 但是他呢 确实有很大的好处啊 就是他能够啊 这个就是帮助第一代的中国居民 去省美国的啊 这个遗产税 好 那最后呢 我再大概介绍一下 我们律所的啊 其他的服务 因为我刚才讲的主要是 我们提供的是基本的啊 财富传承规划的服务 那我说一下啊 在加州的标准啊 就什么样的人去做信托 因为也有些人觉得 哎我需要做信托吗 我好像没有多少钱 这个是这样啊 法律他有一个标准的 他今年的标准是说 一个人如果他的资产是超过啊 在加州就是18万4500美金 这个数字也是跟inflation rate相关系 所以比较怪怪的 所以其实只要你拥有这样一点点的资产 那么只要这个您这个额度超过啊 这个法定的额度 那么就需要去经过probey 所以如果是为了防probey的话 那我们说基本上每个家庭啊 在加州都是需要一个基础的啊 basic living trust这个package 对啊 刚才我也介绍了一些啊 我做的一些高级财富传承规划 对那么呢 还有另外呢两趴呢 也是我经常啊经常做的 就是一个是跨境财富传承 啊这里首先呢 就是啊比较多见的是啊 移民前的一个税务规划啊 这个移民前特指是拿到绿卡之前啊 而通常也是特指就是做EB5啊 就是这些啊我们说这一类啊 用这类方式来啊就是来拿到美国绿卡的人士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像我们这种传统的啊 在美国读书 然后呢就是传统的一些他们拿公卡的H1B H1B本身已经算美国就是美国居民了啊 所以他他不会适用到去做这个拿绿卡之前的规划 所以这也是有一个特指的 那么去如何去降低他们的所得税 因为一旦拿到绿卡 你就是global就是全球全球要交税了吗 OK对那第二个也是啊 我刚才交代过啊 外国委托人信托啊 第三个是退级税规划啊 这个现在其实一直以来呢 就有人在退级 不过现在是更加火热了 因为拜登政府他他就是打击 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芯片产业啊 所以很多半导体行业的这个高级工程师啊 他们甚至有一些我们说 就是有很多有拥有美籍的人 那他们可能要面临一个选择要退级 但这些呢我们讲因为 因为这里就会涉及到退级税啊 就如果您是美国公民 或者说您拿到绿卡 但是呢已经变成我们叫long term啊 就是长期居留了 这个是有一个标准的啊 就是在过往15年之内 如果有八年期间啊 您都是在在美国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啊 您就要考虑啊 他一定会有一个退级税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也是帮大家去做这个退级税规划 还有一个就是外国人在美国境内买房子 这是这样子啊 这个外国人在美国买房的政策 跟美国本地人也是不一样的 虽然在买房的那个过程 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啊 这个就是一下就可以买到了 但是呢在之后包括买卖交易 尤其是包括啊 就是在传承 因为我们很多啊 我们说这个呃 大家华人们都是有一种啊 就是比如说父母愿意先自己买一个房子 然后之后就想 哎我赠给孩子 那我过往就有这样的案例 就是呃 因为他没有美国移民身份嘛 就是中国居民 那在在美国买了房子之后 然后就更名啊 就把名字改成了他小孩子的名字 呃 他们不知道这样的话呢 是有40%的赠予税的啊 那赠予税的免税额度 对外国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呃 没有什么免税额度 他只有一个年度的吧 非常低了 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啊 所以呢 我们讲呃 通常我一般建议客人说 您最好在买房前去做规划 呃 如果您房子已经买了呢 也可以做规划 当然这个规划就就会复杂很多啊 不是不是特别简单了 对呃 我最后其实呃 有另外一个方向呢 是做资产保护规划 那我之前也谈到不少了 不过这个资产保护规划呢 它是比较综合性的啊 因为呃 谈到资产保护 就是对付债权呢 当然我们可以用到信托 那通常也会用到llc 但是他也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啊 比如说这个设立呃 这个呃 我们说婚前财产协议 那也是一种办法 那有一些人呢 他在结婚之前 我们一般也是建议他啊 去做一个信托 当然有婚前 就是有有这种啊 就是关于婚前资产保护内容的信托呢 呃 跟普通的信托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因为他他这个目的 有有他的目的的指向性 对 所以整个来说呢 因为从事这个规划服务呢 那给我的感觉呢 最重要的就是 所有的规划一定要趁早做啊 呃 还是说高级的规划一定呢 是要就是要早些去做啊 呃 因为呢国税局他对这方面 其实也有一些要求的 就是timing 时间性也是他们考虑的一个因素 像如果是做基础规划呢 也是这样 因为有些人也是愿意说 哎 拖拖拖拖拖到最后 通常拖到最后呢 一个最基本的家庭规划 其实也是做不出来的 我 我是呃 因为 因为要知道就是 当您如果已经生病的状态 这个这个状态是不太适合 做法律文件的 不太适合去找律师去谈这些 呃 比较动脑筋的一个问题的啊 那么同时呢 如果您啊 早一点去完成这些规划的话 就比如说做一个基础的啊 信托规划 那他已经开始运行了嘛 那通常如果他运行的时间越长 我们说以后他被法律 或被其他人挑战的可能性就越低 因为您都已经在用这个东西 所以大量的啊 我们说争承案发生呢 都是我们讲 都是这个人拖到最后啊 就是呃 可能提前一两个 也就比如说他一个月之后就过世了 那他在此之前 他去做遗嘱做信托 就很容易被被大家 就是被其他人会去挑战他的效力 对好 呃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